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嫂来了我们家 我们刚才买了一些苹果 你们俩 我们等一下去买什么菜 大嫂来了 我们买什么菜吃 我去买鲍鲍鲍 我去买一点点 你们俩不喜欢吃肉 我去买点菜 给招待一下大嫂 等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买点菜 这是 这个姐姐的孩子 叫三岁 叫三十多一点 在分隔 你先回去 我去买点东西 大嫂来了 我们买点东西给大嫂吃 下午 顺便拍一个视频 今天大嫂来了我们家 咱买点猪肉 给招待一下客人 这应该是野猪肉 什么肉 尼泊尔的猪应该都是小猪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OK 给你一碗 哦 这个肉的话 还在冰箱里冻着了 我看一下 这个肉的话 还在冰箱里冻着了 我看一下 还在冰箱里冻着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还是红猪啊 我想买点猪大肠 有多猪大肠吗 我想买点猪大肠 有多猪大肠吗 我看一下 我想买点猪大肠 炒点中国菜给大家吃 等一下 等下 你真的还不 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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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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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有猪大肠 没有猪大肠 我想买一个猪大肠 给这个炒个中国大肠 或者猪肚子 招待一下客人 但是这里没有 我们去下一个 肉腹看一下 这边肉比较少 野猪 要1000泥米两公斤 500泥米 大概要27块钱一斤 挺贵的 它应该是野猪肉 挺贵的 我们中国好像现在猪肉也就只要 11 2 3块钱一斤平壮 咱们就买点猪肠 看看哪里有 有猪肠的地方 刚才我们在泰米尔附近逛了一圈 就没有找了两 找了一家 两家肉铺 都没有找到 大肠 咱们现在来这个 相当于中国人的唐人街 相当于唐人街吧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中文 这个酒店 小吃 物流店 还有什么 芙蹄啊 都有 都有 都是很多 都是中国人开的 在一个唐人师傅 很多人都说这是唐人街 咱们去前面有一个卖肉的地方 我们去买点肉 Let's go 终于来到了一个肉餐 这个肉比较 看起来 鸡肉比较多一点的 How much you 1 kilo? 600 What time? 600 600 600 1 kilo? 100 kilo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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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是 600 这是 5 kilo? 5 kilo OK 6 kilo 来 3 kilo OK 3 kilo 3 kilo 300 GioNelbis Yes 300 300 300 Lubis GioNelbis Yes 这应该是屁股上的了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它这个是 它这个有 500一公斤的 有600一公斤的 我们买600一公斤的 这个是白色的是500 这个红色的是600 找不清楚了 因为它们不喜欢吃猪肉 首先我们看就买点鸡肉 买点鸡肉 牛肉和那个猪肉 大嫂他们不吃 所以我们这个买点猪肉炒菜 再买点鸡肉他们吃 等下你们来买点鸡肉 OK 你帮我来一下 这个远点鸡肉 你帮一个弯桃 真的没关系 我们找700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调掉 也不知道这个红色的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喜欢把一些弄一些红色的做料 弄到这个猪的皮上 还是白猪红猪都弄到这个皮上 OK 等会再去买点鸡肉 主要是女妹她不吃牛肉和不吃 不吃猪肉 还有我丈母娘他们家好像都不怎么吃肉 我有一个老师的话 坚决就是不吃了我 不吃不吃昏的 好咱们先回去吧 咱先到这个小菜店再买点辣椒吧 辣椒炒猪肉 鸡肉的话那里那去买 我们也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鸡肉 get me bag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玉 跟中国的品种确实有点不一样 我们中国都是一个圆的 它这个是一个长的这个 我今天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 长的鱼 这么长 好 谢谢 买点辣椒 现在里面已经去带着大嫂 还有姐姐去外面买衣服 去逛街去了 现在的话我来做这一个 辣椒炒肉 辣椒炒猪肉 等下里面来的话去买鸡肉 他们做尼泊尔尔餐 招待打扫 基本上现在我和你们俩 大多数都是我各做各的 我做中餐 你们俩怀孕了 现在我做的中餐 你们俩基本上是不吃的 基本上天天跑到 那个姐姐家里面去吃饭 所以我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做 自己做啊 做中餐哈 你们俩他是没有怀孕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中餐 中餐因为吃菜吃的比较多嘛 饭吃的比较少 但是现在他们是吃饭吃的多 吃菜吃的少 而我比较喜欢放油 可能放多了一点 比较喜欢放鸡蛋 还偶尔要弄点肉 但是你们俩吃肉吃的特别少 大嫂今天过来了 特意要我做一点这个 江西草粉给他吃 大嫂特别喜欢吃 因为我做大小江西草粉 放油放比较多 还有那个 蔬菜呀 还有那个西红柿啊 辣椒啊 鸡蛋啊 放了比较多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吃 但是我炒一个 江西特色草粉给大嫂吃 我只能做我自己的 这个肉的话 他们也会吃一点 但他们大多数吃这个鸡肉 只能说 很少大家一起吃 怀孕期间 很少大家一起吃 没有怀孕的 大家都是在一起吃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